大家好我是九九 儿子又发这个虾瘾了 今天我退去买了一点虾 给他做起吃 早晨买来活溜溜的 现在变成歪歪的了 我买这个大虾的时候都是活的 现在你看 大肉贴的一回来没多久 就变成这个样子了 一般我是早晨买了个菜回来 我们把这个虚虚还有这个小嚼解掉 这种虾活的话 我们原来这天卖50多块钱一斤 这几天可能降降了 活的39死的29 今天我去买的是 没人看他买了个死的 都买活的 但我这个一回来 到下午做的话 也变死的了 这段时间他放假了 他想吃什么就给他做一点 我妈是不太爱吃这些 什么龙虾 还有什么那种 反正海蝎之类的 她都不太很喜欢吃 吃也只吃几个 我发现这种虾的扶须好长 这个扶须这么长 比老爷子的扶子还长 这种虾我觉得比龙虾干净 龙虾的话 那个豆皮下面全是黑黑的 不杀的话 那都无法吃了 很多人把龙虾没有杀干净 吃的话来拉豆子 不止解下来 这边龙虾了 记得在店里有一道菜 叫龙虾吗 其实就是那种鱼的符子 应该是连鱼 应该那只连鱼的符子 全是它的符子 那一排菜还挺贵的 清理虾线 有些的虾线好黑 这种比小龙虾好 龙虾的话刺手 洗两三次 先准备一点姜和葱 先准备一点姜和葱 这个给它切好 先给那个虾椰子起来 随便切 葱片姜片 还有这个料酒 再加一点的盐 拌均匀以后呢 把它腌制 大概二十分钟左右 我准备了花椒 还有小茴香 下锅中炒制一下 再下入一点芝麻 盐一起炒 炒 好香哦 芝麻已经变好了 我们马上盛出来 炒香以后呢 我们用机器给它打碎 我们把炒好的香料呢 放到这里 打一下 好了 好了 这个里面我加了一点点的鸡精 第一次切好 切好辣椒 蒜 葱 再来 全部切好 这个等会我们再压一下 压成碎碎的 还有姜 马上去找一个姜 这个是重要部分 切不给它 切小一点 一起压 这个 已经剁得有这么碎了 椰子一会儿时间了 我们把这个料 挤出来 锅中我们加油 油温到五六成以后呢 我们 下这个虾 中间这个先放下去 我们翻一下 炸制的过程呢 大概需要几分钟就可以了 这个虾 这个虾酥脆了 就可以捞出来了 第二锅呢 炒这个配料的时候呢 我们不用加油 油 炒出来了 我们再把炕好油的大虾 一起炒 这个时候呢 我们要 退火了 不能让这个火还燃烧着 最后呢 最后呢 我们撒上自己做的这个香粉 想撒多少就撒多少 爱个人口味啊 剩下的呢 我们还可以做别的 麻麻辣辣 OK了 出锅了 儿子 儿子 你喜欢的 你看 儿子你不要饮料 叫你吃饮料 你不吃 不叫你吃了 你就要吃 今天这个虾呢 我就不配饭吃了 喝点小酒酒啊 整天生不了 房子后出来了 哎哟 你还想着我辛苦了 嗯 你去这样吃 不要饮料 不要呀 脆脆的 我是专程给你做的 你多吃点 我刚才做这个虾的时候 我害得做出来了 没了个本来本来 你就给你讲文了 哎哟 老师 你正在学的本文 拿个本啤酒来 不知道吃虾的时候 我就喝酒了 这个虾喝咳也可以吃 我看你也想吃啊 你也想吃啊 你也想吃啊 不管是 你每次吃虾的时候都觉得不贵 是你的 這個調你覺得好不好 那個香料 自己炒的 是嗎 是嗎 開心點 放教了還不開心 又好吃的又好玩的 又可以早睡覺 我都猜到你玩的不知道自己姓孫的 頭你不想吃你不吃嗎 這個你晚上開電視的時候也可以吃 是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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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忍不住再来一只 我觉得吃这种虾 比吃龙虾肉多 吃一只 我相当吃龙虾好几只 用虫头挡脚就吃了 一口干了 变两口了 又没人陪我喝酒 一个人干 喝完了干嘛儿子 晒布 你就知道晒布 好了那等你吃饱